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射击游戏 只有游戏才不考虑后勤补给 不考虑伤亡 不考虑时间成本 不考虑国际关系 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当时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越南 这个国家和我国接壤的部分边界线长达1300公里 同时越南无比狭长的海岸线 披临着我国浩瀚的南海 所以无论是进攻他还是防守他的进攻 代价都注定很大 更麻烦的是1978年11月份 越南和他的大哥苏联签署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 按照这份合同的条款 我们收拾越南的话 苏联有正当的理由向我们宣战 所以说尽管我们的敌人 越南已经打了几十年的仗 兵力耗损严重 经济水平糟糕 但是真正动员大家开始备战的时候 事情一点都不轻松 因为要按照同时跟苏联和越南都发生战争的规模 来准备人手和自重 也就是说我们不得不为同时打两场战争的意外情况而做准备 当1978年的后半年 中央军委决定要教训越南的时候 不仅云南军区和广州军区处在了一级战备状态 所有和苏联接壤的新疆内蒙东北地区的军队 也把战备等级调到了一级 在我国战备等级共分四级 第四级是邻国有事发生会对我们造成影响 大家伸长耳朵注意情况 第三级是说国外有事情发生对我们产生军事影响 需要做好准备 第二级意味着我们面临明显的军事威胁 所有部门和单位做好准备迎接战争的准备 最严重的是一级被战 大家都拿着枪直接吃住在军营里 接到命令就上战场 除了陆军这样部署之外 为了防止苏联的海军支援越南 我们沿海各大海军基地 也检查雷达和舰艇燃料 随时做好侦察和打击的准备 尤其是南海舰队 在毗邻越南的北部湾 部署了大量舰艇和潜艇 防止苏联海军的支援和破坏 与此同时 空军也同样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随时巡航和侦察 防止苏联空军对战事的直接干预 如果别的地方都是一级战备状态 那么和越南接壤的云南和广西两省的军人 就马上要进入交战状态了 在2月17号到来之前 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军车和火车来来往往 运送士兵 火炮 战车 帐篷 炮弹 等各种军需物资 这个准备过程前后有一个多月 参与的总人数超过了70万人 日子到来之前 运送了超过30万人的参战部队 上万门火炮 严阵以待 1979年的2月17号凌晨4点 战斗打响了 今年的2月17号是大年初二 而当年是正月21 大家是饺子吃完了 原校也吃了 可以专心干活了 我们打仗的方法 大致上是这样的流程 先用上万门火炮朝对方阵营 来一波万炮齐发的操作 基本上做到将要攻击的阵地 先用炮弹给它松一遍土 炸完之后 侦察队 突击队 爆破手们 开始上阵 如果地势平坦 那么军车和坦克就开始推进了 当时的进攻是同时从云南和广西两个方向发起的 战线长达500多公里 好几拨人同时进入越南 战斗的目标是越南北方好几个省的省会城市 比如老街 河江 高平和亮山 战线拉的这么长 一方面是给越南一种被全面打击的感觉 另一方面也是不给越南任何玩唯唯就赵的把戏的机会 战斗开始的前十天是我们全面进攻的日子 大致是从2月17号持续到2月28号 我们士兵开炮的开炮 爬山的爬山 渡河的渡河 挖洞的挖洞 在上级各种死任务和死命令的要求下 不顾劳累饥饿和死亡朝着越方阵营推进 十天时间就冲入越南境内20公里左右 速度快的已经达到了40公里 当然进攻的速度快造成的伤亡也非常的大 十天之后 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攻入了越南北方的那些大城市 如果首长再下一个进攻命令的话 有些部队的目标就应该是越南的首都河内了 而这个时候河内其实早已经乱作一团了 如果以前面十天的速度推测后面情况 那没几天首都就面临着沦陷的节奏 有钱有关系的人开始带着金银细软向南方跑 政府已经开始准备搬家了 大街上堆起了沙袋和铁丝网 并架起了机枪 其实上头的意思从来都不是攻入对方首都 然后两家变成死敌并陷入长期战争 我们没打算重蹈美军的覆辙 上头的意思一方面是要惩罚越南 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小弟 另一方面通过向河内进攻 逼着越南在柬埔寨和老国扯兵 这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那就是苏联的态度 我们开战的时候 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生效才两个月时间 这个合同带有军事性质 比如约定苏越双方任何一方受到军事进攻 另一方有义务帮忙解除这种危险 这一开始的十天我们动作太快了 以至于莫斯科的负责人们 一时拿不准到底该怎么办 只好一边让外交部严厉谴责和威胁 一边紧急关门商量对策 这一商量十天就过去了 商量的结果是不想和中国发生冲突 因为当时的苏联有一件大事要办 那就是想办法拿下阿富汗走向印度洋 那个时候阿富汗国内忠诚于苏联的统治者塔拉基 正处在焦头烂额分分钟要下台的境地 苏联已经做好了 这哥们一下台就派兵过去收拾的打算 当然后来事情确实是这样的 年底阿富汗战争就爆发了 与这个宏伟而棘手的目标相比 支持越南对我国添乱显然不那么重要 假如为了这个和中国打起来 那美国人搞不好会全力支持中国 不但阿富汗只能眼睁睁的丢掉 而且自己可能提前输掉和美国的冷战 所以眼瞅着中国军队已经直逼河内 苏联却连一个警告性的射击都没有 碍于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的限制 苏联外交部对我们发出了更严厉的威胁 说如果你们再不收手的话 后果自负 好在后来事情的发展比较符合剧本的设计 越南为了保护河内 紧急从柬埔寨和老波撤兵 见此警警 我军开始撤离越南 到这个时候为止这场战争特别像当年中印边境战争 也是短期内攻入对方国内 直逼对方首都 占据优势之后开始撤兵 不给对方反击的机会 也不在国际上留下入侵他国的把柄 不过这次从越南撤离的过程当中 我们稍带做了很多坏事 几年前越南和法国以及美国打仗的时候 我们送了很多的物资 帮忙援建了很多工厂 这次撤离的时候 顺手就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 不能带走的给炸毁了 沿途的道路桥梁也是边撤退边破坏 这也保证了撤退的安全性 因为我们撤离的时候 越南方面的追兵已经快马加鞭在路上了 十天之后大部队已经陆续回了国 所以这场战争前后总共就28天的时间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最远进入越南40公里 打下了越南北方几个省会城市 逼迫越南将老波和柬埔寨的部队拉回了国内 想达到的目的基本都达到了 完事之后人马全部撤离回国了 没有占领对方的土地 也没有在当地扶持反政府武装 这样即使是联合国安领会 也没什么多余的话可以说 如果这个时候越南一直追过边境线 那就是入侵了 我们可以以以义代劳 名正言顺的发挥主场优势来收拾他们 当越南方面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撤退之后 开始放开手脚拼了命的追 只可惜我们是边破坏边撤退 所以他们没有追上我们的大部队 一直追到了边境地区之后 重新占领了那些还在冒着烟的地方 这段刺激的追击经历 经过他们的宣传机构之后 画风大变 说咱们的精锐部队一出马 敌人闻风丧丹丢魁气甲 分分钟就被赶出了国土 那么对于这一场两边都宣布胜利的战争 到底是谁胜谁负呢 这个是要看看双方的伤亡情况就知道了 目前综合各种渠道的数据 比较靠谱的是 我方在一个月里死亡了八千多人 受伤两万多人 被俘虏超过两百人 越南方面在这一个月里死亡了四万人 伤了一万人 被俘虏超过两千多人 比较一下双方这个数据 这场战争显然是我们赢了 但是仔细看看这个数据似乎挺夸张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居然牺牲了八千人 受伤超过两万人 如果算上非战斗人员 平均每天要牺牲人数接近三百人 受伤的人员多达六百人 想想每天抬单价抬过来上千伤员是什么情景 这个就有点夸张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谁又该负责呢 部队回去之后 大家坐下来找原因 原因好像还挺多的 比如武器质量不行 偶尔还伤着自己人 部队训练脱离实际情况 训练场上一个样 上了战场另外一个样 不同兵种之间的配合 严重缺乏默契 因此延误战机 伤亡惨重 我们打仗的方法依旧是人海战术 那么为什么武器质量不行 为什么训练不屑实际 为什么兵种没有配合呢 想想建国之后 国内都搞过哪些荒谬的运动 做了哪些荒谬的事情 就能猜到原因了 在那些红旗招展的日子里 军队和兵工厂也难免受到影响 学习讲话精神的时间 超过了生产和训练的时间 这是谁的责任呢 如果放开手找个背锅侠 红墙内的好些个老干部们 都难辞其咎 所以这事就没法讨论 那另外一个方面 越南对柬埔寨的军事占领 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从越南的角度 甚至相当一部分 柬埔寨人的角度去看 那是正义的占领 因为红色高棉过于残暴 不但屠杀柬埔寨人 而且对越南人和华人 也毫不留情 出于保护侨民 推翻暴政的目的 越南出兵 柬埔寨似乎没毛病 而从我们的角度去看 越南是武力入侵柬埔寨 是地区称霸的行为 需要收拾 可是我们替红色高棉 这个组织解了为 多少就有点支持暴政 输出革命的嫌疑 所以对这场战争的目的 也就别有讨论了 于是乎 这场战争多年来 都没听说过他 不过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 其实并没有彻底封杀 否则就无法解释 九十年代出现 那么多关于他的影视作品了 只不过 这些影视作品的侧重点 一般都放在对英雄的歌颂 对越南的仇恨 或者战争残酷的表现上 而讨论战争伤亡的原因 或者战争性质的问题 就比较敏感了 话说我们士兵撤回国内之后 并不意味着 和越南之间的仗就一笔勾销了 两国可是接壤的 经过了这场战争之后 处在交战状态 边境问题可就扯不清楚了 另外 曾经的南越政权 趁着我们的海军实力不强 忙着折腾自己人的缘故 占领了好些个南海的岛礁 越南统一之后 这些岛礁也一直没有物归原主 越南人甚至在上边盖房子 种菜养猪 完全当自己家在用 所以我们和越南之间 注定还有领土问题 和边界问题需要解决 再说越南追到边境线上 驻扎下来之后 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善罢甘休 这一个月 这个大邻居一来一去 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不说 北方几个重要城市 还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曾经准备在中南半岛 好好大干一场的计划 就此被彻底打乱了 曾经战胜法国和美国之后 建立的那份自信 也遭到了赤裸裸的羞辱 这口气是肯定咽不下去的 这事必须不算完 既然彼此都恨着对方 既然彼此还有账没算完 那么之后的接触和交手 就在所难免 自卫反击战之后 中越边境的十年冲突和纠缠 再次拉开了序幕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